其實我自己心裡也知道 流出去的這些照片 真的就是回不來 你不可能把它收回來 你也不可能去阻止 大家不要看 所以我也在調適自己的心情 接受這個難過的事實 所以現在對拍照 會有一個恐怖 我現在滿害怕的 有些事可以過去 就讓它過去 但有些事絕對不行 謝忻總共2820張 沒消毒的大尺度 私密性感照外流 日前已經在攝影師的陪同之下 到警察局報案 本刊最近也掌握到了最新消息 嫌疑犯在範圍縮小之下 身份已經呼之欲出 目前鎖定LINE上 一個四人群組中的工作人員 因為除了謝忻 還有攝影師 就剩這兩個工作人員 擁有這組性感照的 雲端連結 經警方調查 其實這組照片 被賣到中國大陸的色情網站 再回流到台灣 是不是有人從中牟利 也是接下來的調查重點之一 謝忻最近除了積極揪出 罪魁禍首之外 還跟靖哥哥說 他正在療傷 原來這組照片外流之後 前去報案的松山分局 還把報案當下的監視器畫面 提供給記者 據身邊的朋友透露 謝忻其實有接到警方的來電 希望他能同意警方提供 監視器畫面給媒體 但謝忻當下就表示 不願意曝光報案的畫面 還苦口婆心地跟警方說 我不是罪犯 不懂為什麼要讓報案的畫面 給媒體刊登 這樣我心裡很不舒服 警方也只簡單地回他 好 那我再跟長官報告 沒想到 謝忻才掛上電話 不到30秒的時間 謝忻報案的畫面 就在各大媒體曝光 他強烈懷疑警方根本先斬後奏 造成他二度傷害 不過以前回到源頭 謝忻究竟為什麼要拍這組照片 謝忻坦誠 就是因為貪小便宜了 像說拍攝新書照片 特地找了攝影團隊 裝髮也有了 加上工作團隊 都是過去合作過的夥伴 所以想拍一組性感照做個紀念 堪稱是精打細算 沒想到卻偏偏出事了